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千锋教育 与尼亚的学院出品的监控中心Javix入门相关视频 在上节课的话,我们带大家去装了一个Javix 然后以及装了一个MySQL 而且把Javix的数据导入到了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库 我们说DataBasins 然后有数据库,是吧,有Javix,我们又是Javix 说Table,大概有149张表,是吧,149张表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做什么,我们接下来我们去配置我们的Service 配置我们Service,配置Service的话,它的,因为我们是YAMM安装了 它的配置文件在哪呢 它的配置文件在我们的这个ETC下,Javix下表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个web Jav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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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的是这个是那个采样数据请求的一个IP请求IP 然后我们就填上我们本机的IP是我们的30 点168.1.30你看sauce ip 是什么sauce ip address for 外部连接的一个IP好这个修改完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好 下来的话我们就这个这个修改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修改 主要修改好那么下来看我们要修改什么下来我们要修改的就是用于默认用文件记录也可以 发给我们的syslog如果我们选择默认 则日志存放在logfuel我们在哪呢我们用logf应该是大型logfuel我们看一下 啊在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看默认在哪哇下log 然后你也可以更改它的位置换一个指定的位置 我们的日志存放的日志 下来就是我们的这个 滚动升级滚升级就是它的这个日志的滚动 默认的话 是1 1表示滚动 如果我们设置为0 表示不滚动 当数据特别多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设置成1 然后当然的话 在这还有一个 它有一个什么 它有一个 它叫什么 是max mode size 多少套 就是我们可以设置它多大 日子多大 去进行一个滚动 日子进行一个滚动 是吧 那么就是成 啊 它的这个 默认情况下 log logset等于 然后你可以设置0到1024 他们之间的一个等级 定到了1024 他们之间一个等级 好 下来是我们的这个日志级别 日级别的话 就是我们去收集日志 它的一个详细情况 0的话是输出量最少 5的话 是啊 最详细 最详细 就是这个 5的话就是最详细 最详细 然后 呃 如果我们这个地方 那么二十二三可以输出什么 输出什么 Iray Info 就是错误日志 错误日志 下来的话 这个是关于日志级别 下来往下 往下走 下来往下的话 这是一个pid fill pid fill的话 这个我们大多数服务里面 都有这个pid fill 我们可以拥管 这个是socnt 点 这是tut 去存放我们的socnt socnt的文件的 socnt文件的地方 好 那么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下来就是db 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库 数据库的话 我们第一个是什么dbhost dbh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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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写上我们这个本级的一个端下笔 是吧 192.168.1.30 好吧 然后下来是dbname 我们创建那个数据库 是不是叫诈笔 是吧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下来就是这个 下来就是我们的dbuser 和dbpassword 我们往下去看 我们的dbuser叫什么 我们的dbuser 这个可不是诈笔克萨 我们dbuser叫zbxus 是吧 然后我还记得我们password 知道吗 我们的dbpassword 我们的dbpassword 是不是诈笔克萨 然后下来是dbsocnt的dbport 我们用dbport的端口去连接就行了 yip 然后他端口是33.6 ok 然后接下来就 这是关于数据库相关的 去玩事了 数据库相关的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呃 就是配置文件里边都配置的那些 其实到这的话配置就结束了 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呃 那 开的 javix server grip 刚 v 警号 grip 刚 v 今天讲到了 好 这是我们看我们的整体的呃 javix的配置文件就这么多就这么里边 关键的有什么一个是雷森port一个是啊 sauce ip sauce ip 还有就是啊 那个db相关的dbhost的dbnamedbuserdbpassword dbpassword还有dbport 然后剩下的就没有了 当然的话他下边还有一个rlnsqp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后续我们会讲到的我们用户字定义的一些脚本什么放在就放这个地方就放这个地方好 下来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启动我们的javix server sa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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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啊 好 我把它停止 这个是大已经启动 然后再过底下单口 好 那就没问题 没问题 启动 好 它有两个 有两个单口在启动 好 那我们这个没关系 好 那下来启动了之后 启动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 这个关于所有端的配置到这其实结束了 就结束了 好 那我们来去配置一下我们的这个web 了 现在所有端已经正常 启动了 再来 我们去配一下这个web 界面的一个gygy 来 我们看一下web 界面都装了哪些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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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ption -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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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这是我们其中一个配置文件 这是它的这个 呃 关于它的一个主配置文件 主配置文件 就外边基本的一个主配置文件 好 然后的话 呃 我们来去修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修改一下这个配置文件 好 我们vm etc 下这个是多少 fdpdconf 不 点d 下边的javix.conf 在这里边 这这一块是我们要去修改的内容 修改内容 它里边的各个参数都什么意思呢 分别代表 最大执行脚本时长 然后这个内存的一个限制 然后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哪个 那个就最后这块时区 时区的修改 我们要添加一个什么 添加一个我们的时区 为什么 添加我们的时区 把它改成什么 亚洲上海 亚洲上海 是时区 好 慢慢平 好 然后把这个time zone 改成 亚洲上海 就可以 亚洲上海 然后除此之外的话 然后我们其实上面还有一个配置文件 是什么 啊 还有配置我们需要想下才能看到 是我们的这个 中文里边的etcpp的inr 就也是要设置时区的 然后我 我们在这可以设置 除此之外的话 我们除了在这可以设置时区 之外 还可以去啊 还可以去啊 还可以去在我们的这个etc下 ppp 那里边 我们找到我们的那个时区 时区 我们直接扫数关键字吧 对了 ok 在这个地方 入一个时区刷 有时区 然后我们在下边 添加新添加也好 把我们这个 时区这个选项给选进去 好 选进去之后 好 在这去添加时区是啊 亚洲上海 亚洲上海 好 实际天上之后 下来 我们去启动什么 启动我们的httnp htp 我们启动了 systemctl enable httpd sosctl start htd 好 启动 启动之后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去过滤一下 我们的这个80ducker ss-tun grip 80 ok 好 好 因为我们的80端口好像没有去 启动 没有去启动 这个好像包 add c 不是 ok 这样过滤到 这个呢 过滤到我们的这个端口80 过滤到当口80 过滤到之后的话 那我们就是我们的那副 atdp 股 下来 我们去访问 访问什么 访问我们的这个 web e-mail web e-mail 我们去访问哪个呢 访问我们的这个 htt dp 号 okad 斜杠要求2.168.1.30斜杠 扎比克斯 好扎比克斯对照我们扎比4.4这个界面 然后比较上这个是以3.2的界面 但是整体上来讲是差不多的 没有什么区别 没有什么区别好吧 好 那我们下来就是我们在外部界面的一些操作 就对外外外界面的一些 配置 好下来的话我们干什么点击next 下一步然后下来看就是说这个预预安装之前的一些检查 去检查一些 有arecome check of pre request 就是安装之前的检查 然后好 我们往下看 当你看到所有的都是ok的 没有问题了 prp的一些version什么 data base连接 基地什么都没有问题 好 好来接受next下一步好 下来就是你对你的数据库的一个 配置对数据库的配置 你看 他们的依赖关系 没问题 下来数据库的配置 数据库的是my circle 机器是192.168 8.1.30 然后端口的话端口 端口 另外就写了零就是使用默认端口 那就是336.0 然后database user 我们是zb zbx user 啊 database database name 数据库 数据库没问题 啊 user是 zbx us us 啊 密码是我们的 database ok 然后这个配置啊 反常配置往上好 那我们就干什么 next下一步 他告诉我们连接数据库 不能去连接数据库 不看到的连接数据库 不支持的自夫及 包这个推包内吗 好 我们 那我们再next 我们看一下 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数据库 好像有有没有问题啊 呃 my circle -u zbx user gong p ok 可以连接了 show database 啊 又少下来 s database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什么 在水货 是不是zbx啊 coast没有问题啊 zbx啊 user 是zb user away 好 然后密码是 啊 好 那 goo -s 好 那我们back一下 我把这个地方换一个 我们用localhost localhost 还是不懂 我们看一下 详细 继续 然后这次的话 还像上次之后配完 然后我们next的 就可以了就可以了 然后我刚刚的话 呃 是什么解决呢 是因为 这个我查了很多原因 后来发现是 刚好咱们今天上午 今天这个去安装的这个版本 就这个最新的版本 4.4 最新咱们又装的是 装的是4.4.7 4.4.7 4.4.7的包是最新 就刚更新每两天 这两天 这个包有问题 然后 好多人也遇到了 还有人过来问我 然后我就把包换成4.4.1 就是现在的话 这个包 包的版本是 4.4.1 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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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咱们今天 呃 前装的那版本是这个 看到没 是4.4.7的包 4.4.7的包是有一些问题的 有一些问题 呃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们 呃 上一步完成了之后 我们继续往下 继续往下 然后接下来的话 就是 你的这个Jub server host 是多少 我们是不是192.168.1.30 是吧 然后端口是多少 端口是10650 然后这个内幕 我们这个内幕 是不叫 这个机的内幕 是不叫Jubix 是吧 就Jubix 好 那就这样 然后我们 这个就是指责你本机Jub server 的一些详情 当然你说我他请名叫Jub server 可不可以 都可以 好 然后我们 我们 next 下一步 好 我就看到这个界面 是吧 这界面 这是你的数据库的一些详情 然后这是你Jub server Jub server 详情 好吧 这个完 都完了之后 然后next 完成 他告诉你说什么 告诉你 恭喜你 你已经成功的安装Jubix font 就Jubix 前端 也就是我们的这个Jubix 外边 好 然后finish 结束 结束 结束之后的话 他默认直接让你 直接有账号密码 账号密码 然后其实它是有一个默认的账号密码 默认的账号密码 默认的账号手的密码 是password 然后密码 不是 密码是Jubix 好 然后我们登录 ok 登录 登录 登录之后就看到了这个界面 就这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就是我们Jubix 默认的一个界面 现在这个 哦 笔记上这个界面是3.4的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是4.4的比较新的一个 界面 比较新的一个界面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 这个 所有端的配置 所有端的配置和安装的话 呃 到这就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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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么这几课的话 到这 我们就结束 到这就结束 好 大家再见